隐形于热大用途 走在马路上 经过一整排的车阵 总感觉到一股热气 冬天觉得很温暖 但夏天却可能会热到窒息难耐 在厨房炒菜时 也产生了许多无形的热气 人们自从学会使用火以后 从骨到金 每天的生活都会产生热能 而这些日常人为活动后 所产生的余热 是否可以收集起来再利用呢 在厨房打开抽油烟机 就能达到些许散热的效果 而大型的工厂 仿佛就是放大版的家庭厨房 该如何有效重复利用 排放出来的余热呢 北投的垃圾焚化厂 就把排放出来的余热 转化为温水游泳池 达到重复使用的效能 根据中华民国能源统计手册说明 我国有近40%的能源 用于制冷或加热应用 其中约有20%到50%的余热 皆为妥善再利用 这些余热气体 250度C以上占11% 200到250度C也占11% 而低于150度C以下 则占40% 但却因为效益过低 往往是热回收业者 不愿意回收的余热 在云林麦寮生态工业园区的 本以西三厂 回收80度C废热源 以此热源将冷酶加热蒸发 进而推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膨胀后的气态冷酶 再经由冷凝气冷却 并持续重复循环产生电力 运用余热发电 每小时共可发电197千瓦 如此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达到918公吨 不仅为工厂周遭降低温度 更能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因为地球持续暖化 现代社会都市普遍高温 已经不是稀奇的现象 瑞典也已经开发出 厨房废热回收系统 将厨房的热能 转换为北欧常需要的 暖气供应系统 各家企业运用科技做循环经济 让你与我的生活更好 更重要的是 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才能让人们 在这片土地上永续发展